洪仲秋案今天下午要一审判决 洪家人会北上去听判决 但是看到连上长官还是推脱 没有悔意 洪爸爸希望法官能够有罪就要重判 而洪妈妈呢 想到了儿子还是忍不住难过哽咽 只希望洪仲秋能够放下 好好走 从他走之后我就 一直跟他讲说 你既然就已经 已经这样 那妈妈是一直希望说你 你就放下 那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们 我是希望他能够走得没有牵过 哽咽难过眼眶泛泪 想起洪仲秋洪妈妈要他放下 好好走 辛苦是一定的 但是 但是我 就是还是要调整 是要调整 我是很期待 因为我就一路这样 这样七八个月看来 转到桃检 我是觉得我对 对法院这边我是真的很期待 因为我看到他们的努力 终于等到这一天 洪仲秋安以审宣判 历经八个月的审理 洪爸爸在法庭上等不到 连上长官的一句道歉 认为他们毫无悔意 希望法院能重判 害死儿子的凶手 他们自己如果要来担当 这个工作的话 他们自己应该会 应该要去了解里面的法条 他应该怎么做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他们本身 他们应该会去了解 但是听起来在法庭上 听他们讲 他们都不知道 包括所有的长官也都说不知道 他不晓得 那你看这样谁要负责 期待法院的判决 洪家一家人要北上听庭 再难过 洪家人也只盼望 司法能带给洪仲秋 一个迟来的公道 这位黄家康 陈思源 SNG小组在台中 采访报道